李绍康在家中行二 上面有个兄长 由于家中贫穷 哥哥娶妻后 家中再没有能力为他成家 如此蹉跎到二十岁 恰逢别村有个姓刘的园外药昭叙 媒婆便在中间穿针引线 为其宝媒 李绍康在家中行二 在家是有儿子但贫穷 刘元外是个精明人 家中富裕 但却没有儿子 只有两个女儿 为此 刘元外是交头烂额 大女儿刘兰英已然出嫁三年 不料女婿竟抱病而亡 如今双居在家 小女儿刘梅英十年十九 由于刘元外做的打算 就是让小女儿招续进家 所以婚姻之事一再耽搁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舟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其实 刘家放出话去要招续 硬着还是很多的 奈何刘元外太过精明 生怕招个懒惰或者别有用心者进家 到时候自己糟心 所以他挑的厉害 没有媒婆给说和 他便要多方面考验 李绍康经受住了 刘元外的打听和考验 虽然家中贫穷 可小伙子长得壮实 人也勤紧 谁提起来都要说声好 刘元外欣然应允 刘梅英暗中看了看李绍康 也便羞答答全凭父母做主 由此 李绍康和刘梅英大婚的成 待到成婚后 李绍康方才知道 在自己之前 刘梅英差点跟别人订婚 后来父亲发现此人不行才作罢 李绍康没有太在意 以刘家家境 肯定很多人想要成为他们家女婿 自己还算是运气好 既然到了人家家里 便要好好生活 他自小便不是懒惰人 每天都早早起床 丢趴拿扫帚 洗得刘元外如同捡到了宝一样 这天清晨 李绍康起床后想要去地里看看 刘梅英却不想他这么早起 因为两人成婚已有半年 他都显怀了 想丈夫多在身边陪伴 另外就是外面下着雨呢 去地里看什么 也不能干活 李绍康却闲不住 另外也怕昨晚的大风和大雨 将庄稼刮到 柔声温存了一阵 得到刘梅英同意后方才出门 刚走到门口 发现七姐刘兰英打着伞来了 他随口打了个招呼便要走 刘兰英却笑着拦住他说道 哟 绍康倒是勤快 这么早就要去地里 这天下着雨 去了能干什么 莫不是为了哄爹高兴 李绍康憨厚一笑 去了也不干活 看看庄稼有没有被刮到 也不等刘兰英再说什么 他批好缩衣而去 刘兰英盯着他的背影撇了下嘴 也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 李绍康如此匆匆 首先因为七姐是双居在家 她丈夫过世 等于是在守寡 没有那么多话跟她聊 然后就是 她不太喜欢这个七姐 总觉得她说话轻挑 能少接触 还是尽量少接触 在雨地中转了一圈准备回去时 她发现田地边上的草丛中 有声音传出 而且边上的草还不停晃动 她心中一紧 急步到了草丛边上 发现半人高的草丛中 静躺着个小伙子 此人全身湿透 脸色苍白 双眼紧闭 嘴里忍不住声音出声 一只手抓着边上的草窑洞 显得极为痛苦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如此大雨 为何在草丛中 小伙子呼之不应 急得她跳进草丛 伸手欲拉时 才发现她双手滚烫 全身不住颤抖 根本没有犹豫 变弯腰背起小伙子 大步奔家里而去 留员外家已经做好了饭 但留员外不拿李少康当外人看 既然通过了考验 也是当儿子一般看待的 女儿说李少康早早冒雨去了地里 留员外心里高兴 全家人都在等着她回来吃饭 见她在雨中背着个陌生人回来 全家都非常吃惊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将小伙子放下后 李少康把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刘来应的脸当下就拉了下来 你说你蠢不蠢 这么个陌生人 也不知道为何躲在荒草里 你就不怕是贼人 再者说了 她明显有病 要是死在咱们家 你说得清吗 听姐姐教训自己夫婿 刘梅应心中不喜 碰了姐姐一眼说道 这是个可怜人 怎么就不能救了 留员外听的点头 赶紧让人去找郎中 为小伙子医治 郎中过来 大麦间眉头紧皱 还不住摇头 看得李少康颇为紧张 据郎中所说 小伙子林雨儿得病只是小事 他本身就有病 并且病入膏肓 郎中开出了药来 但人家说得明白 只是退热 小伙子内在之急 却是治不了 听得李少康心情沉重 煎药让小伙子服下后 他也慢慢清醒过来 盯着李少康流泪 看得李少康心中难过 据小伙子所说 他姓陈 叫紫孝 家在距离此地一百里远的地方 本身是外出游历 可却身染重疾 他自觉病越来越严重 便开始向家里赶 到了此处 天降大雨 他又累又乏 在草丛中再也走不动 如果不是李少康将他背了回来 只怕会死在草丛之中 说吧 他欲翻身向李少康行礼 却被李少康死死按住 这是个可怜人 家里父母并不知道他身患重疾 如果他死在此处 可怜的父母将从此再也见不到儿子 会一辈子苦等下去 你且在这里休息 会好起来的 听刘园外如此说 陈子孝看着这位长者 眼里又有泪出来 边哭边摇头 我是不行了 可没能回到家 终究是遗憾 如果我死在此处 还望你们能去告诉我的父母 让他们知道一下 我父母必定会重重感谢 他的话使人听得伤心 李少康低头不语 刘园外也连连搓手 刘梅英陪着落泪 唯有刘兰英 脸上带着鄙夷神色 显得极不耐烦 思来想去的李少康做出了个决定 他看着刘园外说道 爹 邵康想了想 此人原本外出 却病倒在此处 离家仅仅只有一百里 如果因为这一百里而回不到家 也太遗憾了 所以 我想送他回去 陈子孝听得大为吃惊 鼻翼煽动着 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 只是不住流泪 刘园外和刘梅英听后对视一眼 两人都同意 见刘园外点头 李少康看了看外面的鱼又说道 鱼已经小了下来 而且他重病缠身 送晚了怕有遗憾 趁着他还能走路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 百时里路 我十来天就能赶回来 刘元宛文言同意 要让他们套罗车 但李少康怎么也不同意 刘元宛只好从家中 拿出一些盘缠来交给他 他便带着陈子孝出发 李少康说十来天赶回来 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之所以不套罗车 是害怕自己以前并没有赶过 怕在路上出什么意外 反而没有步行来得快 但他却忽略了陈子孝失态病在身 走路对他来说非常吃力 仅仅一天之后 闲慢的李少康索性背着陈子孝赶路 陈子孝一直落泪 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少康身体强壮 背负着陈子孝 竟是没有怎么拖慢进城 百时里路用了四天 眼看陈子孝家越来越近 他却越来越严重 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 好不容易打听着到了陈子孝家 他父母见儿子 有一个陌生人背负而来 并且病入膏肓 当下就慌了神 赶紧接过去背进屋中 又是找郎中嗜哭 乱成一团 反倒冷落了李少康 李少康站在院里 看着陈家人奔走不停 自己也觉得难过 看陈家宅院 家境应该也不错 想想也是 能让儿子外出游历 说明有一定家底 可就这么个家 儿子却在外面染病 当爹当娘的能不心疼 能不伤心吗 此时人已经送到 人家这么伤心难过 自己还等什么 本来送人又不图什么报酬 不如就此回去 可要是就这样回去 怕陈家人不明白 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为难 突听屋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哭得他的心猛向下沉 片刻后 陈子孝的父亲被人掺出 对着李绍康施大礼 李绍康赶紧用手 掺扶住这个伤心的老人 快速将事情经过说了一下 伯父不必太过难过 人吃五穀杂粮 染急在所难免 寻到好郎中 好好疆养 子孝应该能恢复过来 在下家中忙碌 这便要回去了 他话刚说完 陈子孝的父亲便伸手拉住了 他说道 子孝去了 尽管心里有所准备 可李绍康还是觉得难过 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劝慰 待在当场 久久没有说话 子孝去世之前 把事情经过完全告诉了我们 我们感激你 孩子 你是个好人 应子孝所求 同时也是我们的心意 请你收下这些酬劳 看着陈子孝父亲让人拿出一笔丰厚酬劳 李绍康无论如何不肯收 他就人送人不为酬劳 如今陈子孝已没 家里人伤心欲绝 自己岂能拿人钱财 他几番推辞后离开了陈家 一路上心情非常沉重 走得也并不快 第三天中午 离家里还剩三十里 天气炎热 路上行人稀少 他寻思了一下 觉得自己休息一阵 趁傍晚凉快了 再一口气赶回家比较好 边上就有树林 正好可以乘凉 他进入树林 找了棵大树躺下 想着人生之无常 在于无法预料 想那陈子孝离家外出游历时 应该还身体强健 谁能料到这一去竟要了命 大树下阴凉 加上脑子中想着这些事 不知不觉便已经睡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被一阵热气喷醒 睁眼一看 发现一双大眼正盯着自己 脑袋向后挪了挪 这才看清竟有一头驴在自己身边 这头驴非常瘦 低头在他脸上呼吸 喷出的热气将他惊醒 树林中怎么会有头驴 难道还有别的歇脚的人 李绍康爬起来向四周看 他赶路太累 这一觉睡的时间有些久 此时天已经接近傍晚 树林中除了鸟叫 再没有别的动静 哪里又有什么歇脚人 谁的驴 谁丢了驴 他放声大喊 惊得鸟却乱飞 却并没有人应答 虽然现在生活在家境颇好的刘家 可力绍康以前是受过大苦的 他明白一头驴对于那些贫困之家 意味着什么 甚至大多数人家里根本就买不起驴 如此贵重之物 断不会有人随便丢下 应该是从家里偷跑了出来 主家也不知道要急成什么样 这就让他为难了 因为他着急赶路 又怕自己走后 这头驴被别人捡走 主家白白损失 思来想去 他还是决定在这里等主家来 让他没有料到的是 这一等便是一夜 而且并没有人来找驴 次日天亮 他不能再等 便准备离开 可他走 驴也走 他停 驴就低头吃草 走走停停 不觉走出树林时来里路 见实在没人找驴 他便也不再纠结 把包袱放在驴背上回家而去 赏午饭时 他带着驴赶到家中 刘元外一看他回来带了头驴 又是惊讶 他便把陈子孝去世 以及自己在树林中休息后 捡了头驴的事说了一下 换做别人 定然会怀疑他是偷了头驴 驴不是小物件 怎么可能轻易捡到 可他进入刘家虽然只有半年多 刘元外已经非常信任他 妻子刘梅英也是同样 他们都知道李绍康说的必是实话 他断然不可能偷别人之驴 如此 兽驴便在刘家落下脚来 其实刘家也养着驴和骡子 还有一头黄牛 家中有现成的牲口圈 多头驴也有地方 丈夫一去十来天 有孕在身的刘梅英自然挂念 晚上吃过饭后 他跟李绍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李绍康听得认真 时不时插一句 他是为了哄妻子开心 见他如此有兴趣 刘梅英心里高兴 说姐姐约他明天去游玩 而且还要带他去个地方 姐姐认识一个婆子 非常有本事 最擅长帮孕妇护胎 游玩这种事 李绍康当然不反对 妻子现在有孕在身 能出去散下心也是好的 可是 当他听到什么有本事的婆子 擅长护胎时 不由的犹豫起来 他进入刘家时间不长 一直不太喜欢妻姐刘兰英 他也知道刘兰英不喜欢她 但她是妻姐 该有了礼节还是需要的 在李绍康心目中 感觉刘兰英心眼太多 眼珠咕噜噜乱转 一眨眼便是一个心眼儿 而且他举止说话之间透着轻挑 这都让他无法认可 想想看 他出嫁两年而没有身孕 又怎么会熟悉这类婆子 而且妻子如今得孕 并没有感觉到不是 为什么要去找别人去护胎 完全没必要 真要弄巧成拙 再去后悔可就什么都完了 心里如此想 他也不跟妻子明说 因为他明白 一旦说了 就有挑拨人家姐妹之间的 感情的嫌疑 不能因为自己觉得不合适 便让人家姐妹感情出现裂缝 刘梅硬叠叠不休说了一阵 困意上来后睡去 李绍康却睁着双眼想了一阵 想出主意后也才睡去 次日清晨 他便病了 一直喊头疼 来接妹妹出去的刘兰英不以为然 急于让刘梅硬跟自己走 可是刘梅硬哪里肯去呢 虽然是约好的 但现在丈夫不舒服 自己岂能抛下他而去游玩 那样自己成什么人了 所以刘兰英策划的这次游玩没能成行 他心里不喜 一直脸色阴沉等到了下午 虽然找来了郎中 可李绍康不见好转 他也不能强迫妹妹跟自己出去 最后只能作罢 幸幸回家而去 刘兰英出了娘家门 一张脸阴沉的吓人 他觉得李绍康根本没病 人家郎中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可他却一直喊头疼 分明是不想让妹妹跟自己出去 真是岂有此理 越想越生气的他根本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别处 在一处树林边停下 里面有人在等着他 见姐姐离开后 丈夫变好了起来 刘梅硬有些哭笑不得 俏脸不越说道 因为你是个老实人 谁知道你竟有如此心眼儿 你是装病吧 不想让我跟姐姐出去 李绍康赶紧摇头表示否认 刘梅硬倒也没有过多纠结这件事 独自做着沉思 其实刘梅硬也不喜欢自己这个姐姐 从小姐姐变强势 凡是她喜欢的东西 便不准自己喜欢 凡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她总是千方百计强去 渐渐长大后 姐妹两个的感情说不上好 在刘梅硬心里 感觉姐姐心机太深 只是维持着平时的体面 不让外人看笑话罢了 这次丈夫不让自己跟她出去游玩 难道是发现了什么 李绍康可没有想到妻子想了这么多 她就是单纯不喜欢妻姐 也不想让妻子跟着妻姐去找什么婆子 她弄巧成桌罢了 这件事后 刘兰英差不多一个月没登门 刘元外担心自己女儿 就想着去看看 刘元外对两个女儿的心情是一样的 大女儿命苦 外嫁后丈夫去世 夫嫁原本三口人 如今女婿去世 只剩下女儿和婆婆生活 且婆婆一直重病缠身 刘元外怕女儿守寡后会惹上是非 想着三年后便让其改嫁 如今已经两年多 此时不能出意外 女儿近一个月没来 当父亲的担心也在情理之中 不料她上没出门 突然有人进家 说刘兰英婆婆去世了 刘元外听了大吃一惊 女儿这命也太苦了 丈夫去世没有三年 婆婆又去世 据来者所说 刘兰英夫家没有别人 她一个妇人 此时也是六省无主 除了娘家人 再没有人能够帮她 所以 娘家这边得有人去帮她处理事情 刘元外一听感觉有理 带来者离开后 她赶紧把李绍康和小女儿叫了过来 商量该怎么办 这种事 除了李绍康出面 别的没有人选 刘元外不能去做这种事 她虽然不是刘家儿子 但既然进了刘家 就是当成儿子来看待的 她责无旁贷 如此 李绍康不再耽搁 马上便要出发而去 刘兰英婆婆的确去世了 李绍康去后忙活了一天 到天黑后 不管刘兰英如何挽留 她还是不行回了家 非是她不尽人情 时是妻姐守寡在家 而且她家里没有别人 如果李绍康留下 那就只有她和刘兰英两个人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何原因 无疑都会惹来别人的闲话 她断然不能在此留宿 反正距离也不远 吉里路的矫程 赶回家后 她把事情跟刘元外 以及妻子说了一下后 刘元外没说什么 但对她连夜回来表示赞成 一连五天 她都是白天去晚上回 老人去世停七天 第六天却是最忙的一天 要准备丧宴 李绍康一直忙到傍晚方才停歇 正要回家时 刘兰英突然晕死过去 众人认为这是操劳过度 好不容易等她醒来 她强烈挽留李绍康 自己已经病了 万一夜里有什么事 家里没有别人 她怎么办 看着她如此可怜 李绍康离开的话便在说不出口 思来想去 抽身离去这种事还真做不出来 见她犹豫 刘兰英为她安排了较远的一间房 她不能再拒绝 只好答应下来 虽然答应了下来 但她却一直坐在门前 按照她所想 自己干脆不睡了 这么年轻 一晚上不睡 明天白天也不影响干活 好歹撑过去明天一天 这件事算是完结 正坐着 突然有热气喷在脸上 转头一看 发现兽驴在一边 直勾勾盯着自己看 她非常惊诧 这头驴怎么会来 她还尚在不解 驴却突然说道 你马上会大祸临头 竟然还能睡着 你晚上藏驴圈里 不要在屋里睡 也不要在这里睡 她听得哑然失笑 刚要说话 却被一阵凉风吹醒 原来刚才是做了个梦 怪不得驴能口吐人言 揉了揉眼睛站起来 她伸了下腰 眼睛看向了不远处的驴卷 刘兰英所嫁的 夫家家境缘也不错 要不然刘元外 也不会让女儿嫁过来 人家家里也有驴卷和牛卷 只是这两年家境衰败 家里的驴和牛 都已经被刘兰英处理掉 驴卷里铺着枯草 倒是不脏 她本来就不想进屋里去睡 如果就此在院里坐一夜 也有潮气 驴卷是个不错的休息处 想着这些 她上了一趟厕所后去了驴卷 何以躺在了枯草上 刚才坐着睡了过去 此时可能是错过了困头 躺在驴卷里怎么也睡不着 一直到了半夜 方才感觉到眼皮打架 迷迷糊糊将要睡着时 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她先以为是刘兰英出来小姐 不料越听越不对劲 因为脚步声根本不像一个人 而且脚步声来回奔波 好像在忙或者什么 从枯草堆中爬起 顺着围驴槽向外看 微弱的月光下有两个人 一个是刘兰英无疑 另一个却是个他根本不认识的男人 两人抱着东西 堆在了本来该李绍康睡觉的房间门口 将门堵得结结实实 虽然看不太清 可李绍康还是凭着形状判断出来 他们抱的是柴河 半夜抱着柴河堵住自己的门 他们要干什么 李绍康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难道刘兰英伙同别人要烧死自己 可是为什么 自己得罪他了吗 正在想着 就见那个男人打亮了火折子 李绍康确定刘兰英要火同这家伙烧死自己 他全身颤抖时 身上枯草发出响声 刘兰英和那个男人一起转头看向这边 他硬着头皮走出来 刘兰英短暂的慌乱后又冷静下来 那个男人则面露凶狠 为什么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火同此人烧死我 李绍康此时倒冷静下来 张嘴质问刘兰英 刘兰英被当场揭穿 仿佛陷入了癫狂 指着他低声吼道 都是你 要不然梅英就嫁给了他 以后家里的家业都会是我们的 我们做了多少事 为此不惜让我那个丈夫死掉 你却突然出现娶了刘梅英 我们岂能为你做家衣裳 所以你今晚必须要死 你死之后 我会说是你晚上起了歪心想要祸害我 师祖打翻了油灯 导致自己烧死 哈哈 李绍康听得目瞪口呆之际 却听到大门传出巨响 门被破开 岳父刘元外和妻子刘梅英 竟站在门边 他们身后还跟着岳父本家 不少年轻小伙子 他们怎么来了 原来李绍康夜间没有回去 他之前带回来那头驴却疯了 不住叫唤 被惊醒的刘元外撕来想去 感觉明天就是第七天 反正再睡不着 他决定连夜来大女儿家 既然他要来 刘梅英自然要跟来 明天是大事 刘元外便通知了本家一些小伙子过来 明天帮完忙后 他自然有愁谢 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 刚到门口 竟听到了这样一番言语 刘元外当下就让小伙子们破门 刘兰英呆呆看着父亲 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 眼珠转了几转 突然就想逃走 却为小伙子们当场捉住给捆了起来 此人正是之前 差点跟刘梅英订婚之人 原来 他早就认识刘兰英 并且两人合伙导致了刘兰英丈夫离世 这是一对多么贪婪之人 刘兰英嫉妒刘梅英招续进家 就会得到父亲的家业 便想出了让此人取刘梅英的想法 不料半路杀出个李绍康 使他们的计划失败 刘兰英看到刘梅英有孕 便想哄他外出 只要他跟着出去 就会被带到这个男人等待的树林中 不料李绍康用头疼给破坏掉 刘兰英和此人急得无可奈何时 恰逢婆婆去世 他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先害李绍康 再对付刘梅英 李绍康死活不在这里住 眼看机会将要消失 今晚刘兰英假装晕倒 留住了李绍康 他们是想放火烧死 却没想到李绍康根本没有屋里睡 反而藏在了驴圈中 使他们完全暴露在了众人面前 不管刘兰英如何哭着求饶 刘兰外再没有理他 任由他和那个男人被带走 李绍康回去后 赶紧去驴圈看那头驴 却不料驴已经死去 他只好含泪埋掉 此后几月 刘梅英产下一对双胞胎 一男一女 以后再没有发生任何祸事 二人夫妻恩爱 对刘兰外十分孝顺 在八十岁时双双无疾而终 李绍康是个贫穷的普通人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 可能连妻子也娶不上 一个人生活到老 恰好刘兰外昭叙 使他进入了刘兰外家 他人勤紧 还正值善良 深得妻子和岳父的喜爱 因为善良 他在雨中救了陈子孝 并且百里相送 此次相送 他得到了一头兽驴 也恰恰是因为这头驴 使他躲过了后面的杀身之祸 这就好比一个圆 有好的开始 才有了好的终点 反观刘兰英 为了贪婪 不顾一切 最终的结局 在他贪婪兴起时便已经注定 不幸看看那些作恶者 又有几人能平安终老 靠算计别人而活 终究会被算计所算计 您说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